哈啰 现在也跟你介绍 今天不挑篇的主题是 樱桃小丸子 听过这个主题歌吗 非常的有名 樱桃小丸子 说你这个樱桃小丸子跟你讲一个秘密 业内的秘密 这个我以前在一个电视频道里面当监制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影片主要买卖片 然后有一次就碰到一个片商 他来兜售动画的版权 这个版权里面就包含了樱桃小丸子 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没有买到樱桃小丸子的版权播出 原因是什么呢 听说影片主写了报告呈上去之后 我们的长官觉得樱桃小丸子这个画风画得太丑了 不买 结果呢 买走 从此以后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六点到六点半 躺着吃十年 不 幸好 幸好我们那个时候有什么 我们那时候还有悠游白书啊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套动漫跟漫画 那所以这个悠游白书很好用啊 当我那时候发现我们有一些节目的收视率不好 要换新节目的时候 这个节目的上下之间啊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垫打呢 那个时候 我们就赶快把悠游白书拿出来翻啊 为什么啊 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只要一波悠游白书的收视率就拉起来了 不要再讲了 再讲老同事打电话来骂了 今天各位分享的今天不挑片的讲的主题就是 樱桃小丸子 对啊 这套动画 哇 红了十几二十年了 那我们的作者呢 三浦美济老师啊 他在去年因为癌症的关系就过世了 所以呢 很多的小丸子民就会担心 哇 那接下来小丸子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呢 他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精彩的有趣的 或是令他烦恼的事情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等着他去过关挑战呢 所以今天介绍的樱桃小丸子 他有个周边商品就是这一套 小丸子的幸福人生 一起来看看这套幸福人生怎么玩吧 在小丸子的幸福桌游里面呢 每一个玩家都扮演的小丸子 那幸福人他跟这个大风的游戏方式不一样 大风只有绕外圈的关卡 可是呢 小丸子的幸福人生呢 他还有那一圈的小关卡 比如说这一区呢 就是小丸子 他要做一个河豚火锅 所以他就要开始去收集食材 但是呢要先转百人看他是几步 走四步 一二三四 所以呢 他就要去买到春菊 那买到春菊之后呢 定了这个小目标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小目标 放在这个目标卡上 表示他得分了 所以呢 这个小丸子他是大关卡里面 有不同的小关卡 比如说这是小丸子 要上体育课 他去穿体育服 跟爷爷去做体操 所以叫收集体育服 收集到了这个关卡完成 道具卡 对啊 他可能感冒了 要必须要在家里休息 他要停几步 然后他的这个目标卡上面的分数 要扣几分 加几分 都在上面 所以一套桌游啊 其实他不是那么的 玩起来就不会这么的无聊 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挑战 或是各种不同的问题 需要这个玩家 去在桌游上去克服解答 所以这套桌游啊 幸福人生的桌游 其实很有趣 是要花点脑筋才能够玩 当然啊 从这套桌游里面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呢 我们在转轮盘或纸骰子的时候 都会期望我要走到三 我要走到五 这跟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一样的 我明天跟客户碰面 这个案子会不会成交 我下个礼拜会不会有桃花运 我的未来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去看 本周十二星座运势 本月运势 十二生肖运势 去算塔罗牌 都要知道我们的未来 其实从这套桌游里面 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 未来已经摆在眼前了 但是每一套桌游都告诉我们 最基本而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是什么 前进 你必须保持前进 才会有未来 也许你的愿望 没有办法实现 也许你的客户牵不下来 也许你的男朋友 他忘了今天是你生日送命的路 但是你还要保持前进 这次忘了 下次可能是记得了 这次没签到 下次就会签到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 坐在现在 等未来来临 真的 美女帅哥 大哥 歹楼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人会为你的愿望 铺红地毯 欢迎你 你必须自己不断的前进 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 今天不挑遍 樱桃小丸子的幸福人生 我是方春辉 记得喜欢我们的单元 忘了按下订阅之外 还要找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参与 我们大家一起冲一波吧 拜拜